我们努力嘛 我们过去都帮你们 经动好 台湾政府的态度问题 台湾的一个民主理念 我们认为你就是要续约 清朝人亚太台 能否成功的与中华电信 中信二号卫星续约 凸显了中共对新闻自由的打压问题 也触及台湾自由民主价值观的底线 连日来都为美国政要及人权团体连续发声 力挺新唐人独立媒体 希望台湾政府能够协助新唐人 持续向全球华人放送自由讯息 美国联邦众议员Jim Moran认为 独立媒体的作用非常重要 中共对新唐人的打压是出于恐惧 务斯大使曾任美国国务院副助理国务卿 诸联合国特别代表 长期从事人权政策和立法工作 他认为经济利益是导致民主国家 忽视中国人权问题的重要原因 那些人能贡献任何其他自由 会不会失去那些自由 真是因为如果是钱或威力 他们贡献得更多 他们也失去那些 问题是现在有些人在美国 我们的投资政策和投资政策 都发生了很多联系 都发生了很多球员 瑞斯大使还表示 无论台湾还是美国都面临相同的中共利益诱惑 他也期待台湾在关键问题上 能守住自由民主的基本价值观 新唐人记者王凯迪 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